那个又各位朋友目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真在为你们带来的变形金刚磨玩 每周看每周给你们带变形金刚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又到了礼拜日老规矩我们还是要做新闻的 但是本周的新闻量确实也少的可怜 那不废话了 看看少的可怜里边官方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简易变形系列的晴天柱外传的一个造型 其实在上一周我们也有看到之前的一个杂志宣传图上面有一些汇总的照片 但是本周看到的是细节的官图吧 而且还有官方广告上面照出来这个小孩子把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嘛 其实这样的玩具反而我觉得正是符合了这种五加年龄或者八加年龄的一种趣味性吧 简简单单的变形啊 其实在早年间的电影系列里边就有登场过这样的角色 也是其实你这样看的话就能表现出来现在的变形金刚嘛 官方主要面向的还是孩子市场 而大师级这些MOP系列才是面向成人 所以呢真正的玩具真正的乐趣 小孩子们玩起来你看他笑的多开心是不是 还是那句话别跟小孩子抢玩具嘛 然后寿屋和官方合作的手办美少女晴天柱 本周也是在展规上面看到了玩具的灰模式之间的一个实物图啊 总体来说呢 在原画的基础之上还原度三次原画了之后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好像和之前这个原画是也有一点点出入啊 可能也是因为三次原实现了以后 手办画的话可能跟之前的那个原画还是要改进一点点 但确实也很好看 期待上色以后的成品 还是我的那个观点啊 这玩意如果说交给寿屋做成拼装版女神装置什么的 那岂不美哉对不对 或者说后续可能女神装置如果合作的愉快的话 那拿到了官方的版权将来以后做一个晴天柱鸡娘了 各种各样变金刚的鸡娘 那也未可知 其实现在看起来寿屋这些鸡娘做的真的是业界的最高水准了 非常非常棒 做妹子还得看寿屋 这一点错都没有 这两天也是在去里边看小伙伴们反馈寿屋新出的那个虚左之娘 虚左之男吧 总的来说吧 其实他一开始准备是一公兵的改幕 但是打磨了很多年以后又现在重新演绎啊 重新的改动 也是彰显出来寿屋的诚意 卖的贵是贵了点 但是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东西在寿屋身上真的能体现 也是期待这个晴天柱将来以后好好合作出一个拼装版的可动吧 小比例这边 铁工掌 上一周我们看到了飘移的人形和车型 本周又是看到了更多的官图来展示飘移各个细节 这一回属于变四变五那个时代飘移的一个造型吧 变成了这辆布加迪跑车啊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帅的一辆车型 但人形方面呢 可以说电影系列版本身是一个美少年的飘移 弄的还挺老头挺腹黑的那么一个型 其实我很讨厌电影的飘移 这个设定跟漫画出入特别的大 铁工厂这一回呢又返回了少年派的一种飘移的形象吧 你的脸看起来年年轻轻的啊 而且有那个日本物是穿着那种甲胄的味道了 东某的刻画也很漂亮 就看这一款的变形如何 但铁工厂的变形应该不算难吧 但是最终的完成效果还可以啊 只是暴露两个球官 吴医生方面本周也是公布了一大批的 这个应该是盒子上边的峰会吧 后续的一些产品以及他们的重图 上周我们看到吴医生后续要出的一些极小比例的产品 而这一次呢也是看到了他不同的配色 其实这些滑翔机啦 包括什么录音机啦 双履带啦 红蜘蛛这些啊 都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食物图 但本次在风会上边也是看到了什么 硫酸雨质 硫电 太阳风这些东西啊 这飞机也是可想而知的嘛 出了一架各种各样的重图也会有的 但后续的一些产品 想一想 吴医生如果能把这条极小系列慢慢的出奇的话 其实另开一条比例线 避免了现在魔方NA这样的一个撞车吧 其实想想 如果说把这一大堆的小角色 那么一点点都集齐的话 也是挺可爱的 基本上都控制在六厘米左右吧 说起来这个六厘米 我知道你们又想说啥啊 乐呵乐呵就得了吧 接着机械师这边 机械师又放出了 托马斯小火车 一个电脑的建模图吧 虽然说啊 看起来是一个新的建模图 但是之前他们有出过这个 钢铁之星的大黄蜂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具 这个可以看作是钢铁之星大黄蜂的一个重图 改模板吧 也就是把火车图上面改成了那个托马斯的脑袋啊 但是人形呢 目前还没公布 想象一下改完了托马斯 变完了人形 那得是个什么样呢 儿童鞋点吧 所以我并不是看好这个机械师的托马斯小火车 但是呢 看好的东西就来了 钢铁之星这条线呢 除了之前的MMC 后续还真没有什么第三方碰过了 甚至官方自己都没有做过相应的一些题材 而这些题材里边又有非常多不错的设计啊 现在看到这个火车应该就是三重合体的一个车头了 我记得看一些设定图的时候 三个虫子变成了个火车头的三个部位啊 拼接在一起 其实在载具形态下进行一个合体 这个想法在三重小队上实现出来 还是非常美妙的 这一回 机械师把这个钢铁之星的虫子火车做了出来 电脑的建模图基本上也能看得出来 还是很和漫画里边的形象非常贴近的 看看最终的人形素质如何吧 反正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很多执念于老漫画的朋友们不容错过的一款产品 很棒 这款非常看好 然后又是一个我特别期待的产品了 BT这家公司要做一款新的锋刃 也是在元宵节公布出来的 可以说最近的锋刃也是比较火吧 因为锋雷模型的推出导致了大家好像最近对锋刃的热情都又燃了起来嘛 但是呢 锋雷的那个品质啊 我说实话 之前我们的视频里边也提到了 他家做品装还是差了太多太多的意思了 本身的人设是非常棒的 结果呢 锋雷的素质把这个东西其实毁的挺惨的 这些第三方呢 也是能想着把这个题材也做出来 可以看到这一回的锋刃吧 应该是更贴近于锋刃漫画后边的一些造型啊 他其实和之前那个锋刃传 最早的那个造型 处处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很很很成熟的一种画风吧 早期的锋刃传的漫画里边 这个造型是比较可爱的 其实风格来说跟锋雷的有一些像 但是锋雷那老色批的画师 原画是画出来的那个东西 他怎么画都是那种味道 而这一次呢成熟版的锋刃后背的一些翅膀的造型 还是身上的装甲也是有所改进吧 算是一个变半原创的造型啊 但是呢这一回主打的是超可动 以及完全变形 看一看这款锋刃最终做出来的素质如何吧 哎呀那个拼装锋刃玩的真的很糟心 而这一款终于出一个成品啊 官方之前这么好的一个题材 结果呢 其实官方出的这些锋刃没多少好玩意儿 第一批出来的IDW4.0的锋刃 可以说变形设计已经挺巧妙了 虽然那个时代仅仅在结缩边缘的一个成本控制的最极限的地方 但可惜的是他的日版美版的那个头都不好看 好看的版本反而出在了泰坦线里边 泰坦线头领战士的锋刃 身体是用瘟疫改出来 你想想能好看吗 那个锋刃唯一的卖点就是那张脸了 结果呢 他的后脑勺还得变一小人是一大方脑壳 哎 也是让锋刃这个角色搞意犹未尽吧 后来的铁工厂锋刃 可以说是我入铁工厂坑买的第一款产品啊 确实不错 造型很好看 变形也简简单单的 也是那个年代嘛 后腿空洞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但现在终于看似应该是一大比例了 看一看BT这家厂子如何诠释最终的锋刃造型 原创玩具方面大火鸟的第二款编号为02 其实他之前的那个应该是EX编号的一些重图吧 而这一次呢 算是一个全新的母具 可以变成飞机的这么一个妹子 我想象一下最早应该不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大改的造型 也是被逼无奈放出来的这一批这个叠照图吧 仔细看一下这些设定 身形方面保持了奶昔一贯的那种风格吧 大荒鸟家做妹子 身材自然是非常有保障的 而且其实我想着奶昔的那个硅胶的零件替换件 能不能继续继续继承下来或者保留下来 也未可知 但整体来说的一个外观衣着方面 又有了很东方化的那种长水袖的大裙子了 很有味道啊 而且呢 也在不思一些性感嘛 飞机方面就自然更不必都说了 这个飞机的形态嘛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一个天鹅镜的取向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作为一个十九控或者说是永爷控 对这种潜略翼的飞机基本上说 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嘛 况且它这回还能变成一个那么漂亮的妹子 那是不是 观众不管怎么样吧 这一款02的编号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名字 以及具体的实物展出啊 还有一些细节的图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叠照的先行的一个设定稿吧 看一看最终可能还有更多的修改方案 最终把这个东西完成以后的素质究竟如何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最终红黑的一个配色吧 而身材的方面呢 身体的内部一些肉感应该是银色或者白色的处理了 头饰的部分有完全的改动 背后这里竟然看到了脊椎骨 这个也是在一些纪念或者机械结构的外骨骼装甲 上面刻画出来是非常漂亮 希望最终完成的实物能把这一些也都保留了下来 而飞机的底盘看起来也挺干净 它零件藏了 然后机载方面 可以说在在野设计师行列中啊 机载算是一个脑洞非常大的结构设计师了 整体来说的这一次的大脑袋的小巨烙 这个零件藏的椅非常巧妙 后背看起来干干净的用的 这种Q版的小SD造型的变形金刚 一般来说背包了 还有这个大脑袋都是很难处理的 但机载这回很巧妙的用了一个空的脑壳来藏 变成了轮子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有趣 就是可惜啊 现在并没有厂家投资来把这一套系列做出来 如果那做出来SD造型也是非常棒了 然后拿到了战人金刚版权的三菱 这一次为什么把这新闻放在了后边呢 因为这个应该也不算变金刚的行列啊 所以我们把它归为原创玩具系列里边 战神金刚啊 这个是小时候多少人的童年回忆 这一次三菱的罗贝道 也是把这个题材拿了出来 这回的狮子是可以完全解体开的 变成五个狮子啊 也是在这款之前吧 虽然说有各个厂家也出了不少的战争金刚 但最终也是被万代的超合金魂一统了天下 同样的 现在万代超合金魂的两座战争金刚 都是长得特别的厉害的 可能再版了以后价格稍微回落了一点 但依旧很贵 余定1750的价格 现在基本上都是快翻了倍了吧 三菱这一次出来的品质 究竟能不能和超合金魂有一战之和呢 也是能不能打击一下超合金魂 现在吵架吵得那么飞起的一个问题呢 那还得一切看实物为准吧 接着博武汤也是继续公布出来 它们后续要做的苍鱼这一条变成龙的 这个好像载具形态应该是一个空间站吧 具体嘛 还得看它的实物做出来的效果素质如何了 52Toys这边的一个应该是虫图像的吧 大黑熊啊 这个应该是用之前的熊猫的模具重图出来的 熊爸爸带着熊宝宝 整体来说的涂装还是挺漂亮的 那么得嘞 本周的模玩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的只是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吐槽一下 你看本周的新闻量确实是不多啊 但是呢 新闻少了 咱们就以聊天为主 还是要保证我们每周看的时长了 那么好了 欢迎大家下周日同一时间一起锁定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三藏 我们下周日再见 大家拜拜